用技能方法 便可以使用技能 用技能方法變動畫 我覺得也算不錯 用獎品中券看看中什麼 接著中三星 通常都是這樣 開始之前 大家記得按LIKE 以及訂閱我的頻道 還可以按鈴鐺 分享給朋友觀看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玩這款 《叢林開始 熱世界生活》的新遊戲 一開始好像有點問題 但還可以的 能夠進入遊戲 又不用用VPN 大家要注意日文遊戲 如果大家就算很喜歡這個系列 不喜歡看日文的話 那應該就不用試了 其實它的玩法是有2DLive的 即時有表情 亦是不刪眼的表現 不過我覺得還可以的 最可惜並不是中文 不過沒辦法了 通常這些日本遊戲呢 我們可以選擇淘酒 或者什麼 叫人幫拖 對 如果大家要等 可能要等一年多 甚至兩年 三年 那倒不如先玩 先看看 會不會有人救我們呢 有了 沒事吧 但我略嫌 其實一開始也不完成配音 這裡有些...什麼 如果你一開始完成配音 我覺得會比較好 始終是開始 例如你一開始玩了幾分鐘 有配音 這樣就不錯吧 這裡可以選擇 究竟你是選擇 好 咦? 走不了走不了 類似這個吧 OK 有了 有對戰了 好 這裡對戰的玩法 這樣也很簡單 直向 左邊就是我方 右邊就是敵方 這樣就可以使用技能 OK 用技能方面 動畫我覺得也算不錯 我本身還很擔心這遊戲 這樣的玩... 即是現在對戰的畫面質素 真的很擔心 不過現在我覺得好像還可以 好 動畫方面還沒完成 不知道大家看完後覺得如何 我覺得好像沒有第一季那麼緊湊 不過算了 主角還是不斷地重新人生 OK 看看 追憶香 這個回來了 即是看到我們的回憶嗎? 這裡 嗯... 好 下面可以按自動 也可以按加速 這個選擇吧 好 加速 他加速真的會加速 神經病 乘5倍速度 如果乘5倍速度 不要讓我跳過 那麼搞笑 好 繼續吧 看看這遊戲能否看回雷武和拉莫 還是要很後才能看到呢 這些應該是動畫吧 二世街召喚 其實這遊戲本身是有BGM的 你們現在聽到這一刻好像沒有BGM 但我自己認識了 我怕有歌曲會封了影片 對 好 其實他也有讓大家選擇那些選擇 其實我本身以為這遊戲是不可以的 但是呢 現在玩下去其實是可以的 但如果大家是不懂日文的 可能就會比較慘 你看不到我的故事 如果懂日文可能會比較舒服 或者是等待你吧 這遊戲是世家開發的 我沒記錯 對啦 世家開發的 好 來到這裡應該是我們去抽蛋了 整體的感覺 我覺得這遊戲的感覺挺舒服的 玩起這遊戲上來 對 介面夠清爽 然後呢 有這個人物角色的表情 還是比較自然 哈哈哈哈 作為一隻粉絲向的手遊 應該可以吧 咦 有兩本金書 三本 四本吧 不是吧 這麼多金書 這裡就說主角一開始醒來 到了異世界應該是這樣 美少女 其實金書只有兩星 老劍士 哎呀 哦~~~ 女主角 我們可不可以獲得BOSS的那些... 不要給我這個什麼 咦 有東西 這些券應該是拿東西的 我們應該可以直接再抽一次 在BOSS那裡拿東西 嘩 咦 馬上有... 雷武 雷武這樣以寧鏡的方式展現 然後送三星給我們 六件都拿了 應該可以再抽蛋吧 啊 死火了 抽蛋在什麼位置呢 貨禁位置 抽蛋應該是這個位置 對 應該是這個位置 好 那麼1000石 我只有100石而已 哈哈哈哈 只有1抽而已 但我記得剛才我有採券 對啦 三星十回 對 還可以拿到這裏 我們可以拿到這裏 好 這裡拿到這裏 接著 再看看抽蛋畫面 下一個呢 一天一回無料 這樣是不是真的可以抽掉它 我猜不到它這麼節省 即是一開始呢 讓我們抽東西 送這麼少東西給我們抽 這麼高刊? 另外那個三星確定是怎樣的呢 哦 這個海券是一定中的 對 它已經開始送了一張給我們 用完這張必中券 看看中什麼 嘩 彩色 爆彩 我已經有預感它會爆彩 嘩 多厲害 接著就中三星 通常都是這樣 哈哈哈哈 旺角的魔法使 嘩 我感覺上我要重玩 我要重拆 大致上遊戲就是這樣 如果你本身很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我想試試模仿的 好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多謝大家觀看 拜拜 兄弟們 大家已經看到這裡了 不會不訂閱我的頻道吧 按旁邊的鈴鐺 還按LIKE 最重要是分享給朋友 導他們玩這遊戲吧